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保護你的私隱之外,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用了Lot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字是SAMNGX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記得中原地產的,也是AM730的思路版 曾經在他的專欄上寫過,要特區政府明確指引 或者指示,香港究竟是繼續跟歐美的方向和他們做生意 或者已經放棄了歐美,或者別人放棄你,去跟一帶一路的國家 似乎特區政府沒有什麼明確的指示 但是今天,在立法會的一個答問裡面清楚 告訴你,香港人已經是脫離歐美了 要跟一帶一路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新聞黨的立法會議員葉劉 在立法會議裡面發言是這麼說的 他說香港是要向中東出發 他書面質詢提出是不是要吸引伊斯蘭國家投資者來香港呢? 問政府會不會鼓勵香港的學生修讀阿拉伯語 或者向中東國家留學 培養熟悉伊斯蘭文化的教義的人才 他就是這麼說的 他說一帶一路完善有很多伊斯蘭國家 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的重要節點 用大陸的用語 吸引相關國家投資者 可以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 但是香港對伊斯蘭文化和金融系統的了解都不足 侄外了政府加強和伊斯蘭國家推動金融合作 要求政府制定便利伊斯蘭教徒日常生活所需的措施 例如推動清真認證食品 供應和在公共場所增設祈禱室等等 好了 許正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很認真地回應這個問題 當然要認真 現在全國一局企 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他就說 本港現時已有相關伊斯蘭組織 根據伊斯蘭教法和程序認證清真食品 同時也有不少獲得認證的餐廳食肆在香港營運 他在說清真食品 重點在這裡 與相關組織加強聯繫 配合伊斯蘭教徒日常需要 然後他就說 有行業協會現在探討 在香港建立清真食品認證機構的可行性 在宗教方面 局方政府一直和宗教團體保持溝通 歡迎宗教團體申請 將政府土地用途 用作宗教用途 講到這裡我還很記得 在2019年的時候 香港的警方 用水炮車去射那些在街頭示威的年輕人 去到尖沙咀 那個水炮車好像射到藍色水 竟然射進去清真寺裡 射到整個清真寺裡 有這些胡椒水藍色水 甚至射到在附近出入的 伊斯蘭教徒 當時引起很大的震動 特區政府就說 要殺殺蠢 也有些伊斯蘭的領袖 要殺殺蠢 你根本這樣做的話 是不尊重我們 你去追擊示威者 為什麼要射我們清真寺 如果在外國 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風波 你是不是想侮辱我們的宗教 大家記得 今天 由亂入治 由治及興 現在就要講 伊斯蘭的認證食品 要這個宗教團體 清真的伊斯蘭團體 可以申請 把政府的土地申請 宗教的用途 接著他就說 葉劉就說 是不是要培育伊斯蘭文化的人才 是不是要學阿拉伯語 是不是要鼓勵 香港學生去中東國家留學 本地大學開設相關課程 甚至訪後西加坡和馬來西亞 開辦伊斯蘭金融教育相關過程 好了 許正宇是這麼說的 鼓勵香港學生除了學習中英文之外 也可以學習一帶一路 完善國家和地區的語言 舉例 香港考試及評侶局 舉辦的國際考試 已經包括了阿拉伯語的考試 學生透過多種語言學習 更容易參與一帶一路的推展 並與當地人民溝通 在專上學生 教育方面 已經有 香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課程提供伊斯蘭文化 伊斯蘭金融相關的課程 我們已經有了 許正義提到政府有 專上學生一帶一路地區交流資助計劃 資助香港的專上學生去一帶一路地區 參加短期實習和學習 計劃涵蓋伊斯蘭國家 也有說 沙特阿拉伯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2023年11月 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 香港和沙特在金融領域合作的 里程碑 為區內全球投資者提供獨特的 中東投資機遇 我的態度很簡單 我就不會說 只是讀英文 不可以讀阿拉伯語 什麼語言和世界不同的國家交流 包括阿拉伯 波斯 法文 德文 這些西方國家也有 中東國家也有 又或者一帶一路其他國家 沒有問題的 你要做這個學術交流 甚至 希望可以所謂用大陸的招商引資 可以給伊斯蘭國家的金融機構 或者這個公司來香港 搞公司總部等等 香港人是很靈活的 大家知道 譬如在殖民地的年代 大家學英文 我們幼稚園已經讀英文ABC 不過現在對英文的程度 越來越跌 每年都跌 甚至有機會 比大陸還不如 比上海那些還不如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殖民地時代就是學英文 當日本崛起的時候 香港很多人去學日文 為了跟日本人做生意 那裏有機遇 那裏有商機 很多人去學日文 當然日本文化 曾經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特別是香港 我們喜歡看日劇 很多人去學日文 我認識一些朋友 都有學日文 因為想認識更多日本文化 後來當韓國崛起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都去學韓文 可能跟韓國做生意 也可以 看韓劇容易 也可以去韓國旅行 也可以跟別人溝通 有一個動力去學英文 去學日文 去學韓文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今天 大家覺得阿拉伯語 是香港人搵食很重要的工具 或者大家想認識更多伊斯蘭文化 阿拉伯的文化 讀他們的歷史 我覺得完全沒有人會反對 問題的關鍵就是 究竟 當年 除了這個殖民地 就是英國統治 大家要學日文 英文之外 我們學日文學韓文 有沒有特區政府 或者是港英政府 特別設計一些課程 去推動我們學這件事 因為我們搵食需要 大家要認識那個文化 我沒有聽過 是香港人 看到 這個就是市場的力量 看到有這樣的需要 那就去學 無論他的動機 是為了賺錢 為了認識別人的文化 也好 為了追女兒也好 為了追兒子也好 他們都有動力去學 這個就是香港人 學習 其他國家語言文化的情況 不是現在這樣說 你拉牛上樹 大家要學伊斯蘭文化 要懂阿拉伯語 要懂清真食物 當然要多吸引人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現在我們香港人 根本沒有動力去做這件事 看不到我需要做這件事 那就由政府推動 以前是民間自己做的 幾多日語的學習的學校 幾多韓語的學習的學校 今天你由政府推動 由立法會去問這個問題 是否有這個 即是你說清真 清真的食品 這樣舉個例 清真食品 我們香港也是 什麼食物都有的 如果你去到尖沙咀 去到灣仔 不同的地方 我都吃過 印尼的食物 馬來西亞的食物 新加坡的食物 尼泊爾的食物 阿拉伯的食物 當然都有 印度的食物 我都去不同的地方 都吃過 在香港 問題是 關鍵是 有這樣的市場需要 自然有這些店鋪就會開 自然就會有清真認證 在英國 很明顯 在哈拿 在英國有些不同的國家的食物 他們屠宰生口有些特別的方法 於是就給了一個標誌出來 這些就適合清真 信伊斯蘭的人進來吃 當然沒有豬肉 即是吃雞 吃羊 他有他自己逃走的方法 因為這裡有不少信伊斯蘭教的人 包括亞洲也有 可能來自東歐也有 於是就有這個市場 是市場的力量去推動這些東西 不是由政府打造 不是由政府立法去做這些東西 不是市場的力量去推動 無論是學習那個國家的語言 學習那個國家的文化 或者是要在這裡有那個國家的食品 適合他們生活習慣的一些售賣的方式 屠宰的方式 全部是市場的力量去推動 有需求就會有供應的 不需要政府勞心做這件事 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 像蕭英青說的 香港是不是已經走到一個地步 我們要跟西方脫軌呢 是不是要跟中東建立關係 未必一定是脫軌的 可能兩條隊走路可以 去通明中東國家 有錢的國家 遊國建立關係 於是我們要學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香港就要學 會學 不需要搞什麼專屬學生 比如你搞一個系列出來 叫人收伊斯蘭金融 也是很簡單 如果學生覺得有需要 那就暴讀 有些事情不是很吹 不只是配合國家發展的大局 就等於香港經濟可以上去 問題的關鍵就是 你現在要脫離歐美 我當你 背靠祖國之後 要面向這個世界 就是一帶一路的世界 就是中東伊斯蘭國家的世界 是不是對於香港來講 真的令到香港經濟可以上去呢 是不是真的找到吃呢 香港人很實際 是不是真的找到吃呢 跟阿拉伯國家的人 學完阿拉伯語 掌握伊斯蘭文化 懂得伊斯蘭金融 是不是令到香港的經濟可以上去呢 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現在我們看不到這個趨勢 伊斯蘭已經推出了很多年了 伊斯蘭的金融推出了很多年了 究竟 為何好像做不了 起不了來的原因 你不要賴歐美霸權 美元霸權 帝國主義 不要只賴這些東西 人家沒有禁止伊斯蘭金融 為何會做不了 原因很簡單 直到今天為止 世界都是以歐美國家的經濟領導全球 無論是在經濟方面 在政治方面 在科技方面 在醫療方面 都是領先全球 我們因為中國和美國關係 和西方國家關係越來越差 我們香港 一國兩制也很模糊 那個界線 人家要去兩制化 所以我們就被迫要疏遠歐美 而要親近這個一帶一路 但是一帶一路 總的來算 經濟是沒有歐美那麼好的 施永青對擔心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從頭再學習過 是不是要從頭再學習過 要搞多少年 然後才搞到像以前 從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以前是面向歐美的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要面向一帶一路的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搞不搞得怎樣 我們要虧多久才行 我們要抓住肚皮 抓多久才解決到問題 我當那裡可以 一旦不行就怎樣 但是那個政府沒有說清楚給香港人 原來我們和歐美已經脫了軌 沒有說 只是在那邊說 我們要面對一帶一路的國家 面對一帶一路的國家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在中國大陸 現在開始有人說 那是一個債務陷阱 很多國家 因為你 這個生產力過剩 要輸出 幫人搞鐵路 幫人搞公路 幫人搞港口 碼頭 人家還不到錢 你又要拿走人家的礦山 拿走人家的港口 戰略的港口 去做你們的海軍基地 現在一帶一路 是不是 在 世界上來講 是 名譽是不是這麼好的呢 意大利也退出 七大工業國沒有一個參加 意大利新政府信頼之後都退出 那現在我們一頭就中了下去 一帶一路 是不是香港之福呢 這個問題 才是關鍵 不只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香港就會發達 想窮都難 不是 是不是香港之福呢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那麼 究竟你們的子女 會不會去學阿拉伯語呢 會不會去一帶一路的國家 中東國家去留學呢 你們可能有不同的考慮 如果有這個情況 你可以告訴我 究竟 對於香港 和一帶一路國家建立這些關係 你會怎麼看呢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支持我披著 支持我心情厚快的窗戶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ample會 不愧 輸入 藍人 今天 是 藍人 哈 Software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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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